尽管东京迪士尼宣布10月开始调涨票价 不过哈日足不担心荷包吃血 因为日币跌到8个月来最低 对新台币汇价最新跌到0.22字头 5万台币可以换到近23万日元 和半年前的汇率相比 多赚2万多日币 等于多赚到一张机票钱 或者多换到11张迪士尼门票 便宜日元时代来临 加上美国联准会暗示继续升息 专家预测日元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下半年有望真正触底 日本意后观光复苏 5月赴日外国观光客 189.8万人次 南韩最多占了51.8万人 其次是台湾30.3万人 大陆游客只有13.4万人 不到台湾一半 将疫情前2019年5月 锐减82% 传出与大陆规定年收 超过1000万日币 约236万台币的大陆人 才能够办理赴日签证有关 记者动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